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五的凌晨,歐洲聯分組賽同時展開多場激鬥 其中身處D組的亞特蘭大將助陣主場迎戰史不停 女神分組賽至今錄得三勝一和保持不敗 球隊距離提前出線僅有一步之搖 作用主場之力的亞特蘭大今將必要獲勝 上將二甲,亞特蘭大以1比2不敵強敵的拿玻璃 今將過後,球隊最近三輪聯賽一勝難球 當中更是昆場接近失兩球 他們聯賽排名亦因此下降至第七位 不過,在歐戰方面,亞特蘭大整體發揮則相當不足 要知道,球隊分組賽四輪六得三勝一和保持不敗 並且四場得失球比為7比3 同時是本組攻防表現最佳的隊伍 更重要的是,亞特蘭大目前手握10個積分 可以說出線主動拳在自己的手上 並且只要金將能戰勝身後的使不停 就能提前進級 全隊上下的戰意無用置疑 另外,前鋒、路爾斯、梅利爾目前歐洲聯分組賽有兩球的進將 肯定在之前戰和格拉茨一翼取得甲 當時這名哥倫比亞前鋒個人梅開二度 卻只能為球隊取得一分 如今面對絕佳的良機 哥倫比亞人當然希望可以率領風扇擊退來犯之地 從而提前進級 史布婷上將葡萄牙背第四圈以八球血洗藥女 杜米欣絲 球隊走出之前聯賽失利的陰謀 要知道,他們最近一輪聯賽以1比2被主要競爭對手 賓菲加逆轉 對此,史布婷不但被賓菲加打破聯賽不敗今生 而且還將聯賽領頭羊的寶載共守相讓 自己只能以微弱的劣勢退居斥席 所以隨後將一套紙的惡系全部發洩在杜米欣絲身上 此外,史布婷再次迎來考驗 球隊歐洲聯分組賽再次遭遇敬敵亞特蘭大 早在首長環中,前者曾以1比2落敗 這因此成為了他們出線的轉折點 暫時不停目前4輪分組賽合共失了5球 整體然而不算太穩健 今陣挑戰自在出線的亞特蘭大 客軍實在難與人信心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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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再見 我們下支影片 布 rép